朗朗三岁的时候看猫和老鼠 听到那个猫和老鼠在弹钢琴 哇 他发呆了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 我喜欢弹钢琴 我想去学钢琴 三岁的朗朗开始学钢琴 学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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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他爸爸带他去欧洲听了场演奏会 再次生起这个文大的梦想 我成为钢琴家 从此以后书也不念了 什么都不干了 一辈子直练钢琴 直到最后他变成了我们 全世界最顶级的钢琴家 再说各位 哎 朗朗为什么能成功啊 啊 因为有个好父母啊 因为他的父母支持他呀 再说各位 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 爸爸我不想 我喜欢打篮球 我只想打篮球 我不想上学了 父母会怎么样 男女混合双打 这就是事实 再说各位 你扼杀了你孩子的梦想 你扼杀了你孩子的天赋 在中国我们都是变成了考试的机器 而在美国 老师每天上课的唯一目的 就是找到这个孩子身上的闪光点 也就是他的天赋 然后让他去练 把他练到极致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 这个社会的闪光点 你的天赋是什么 你的天赋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这都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你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 就仿佛没有一把称手的兵器呀 你拿什么小江湖 哎 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叫杖剑走天涯嘛 很多人说老师 那怎么寻找我的天赋 你的天赋没有人知道 只有你自己的什么知道 你的高我知道 当你一旦能够链接到你的高我的时候 你的高我会非常清晰地告诉你 你的天赋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什么是成功 成功就是做自己呀 成功就是每分每秒感觉到自己都很OK呀 成功就是找到自己的天赋 把它发挥到极致 继续 财器 财器是什么 工具 工具是什么 你的财富工具是什么 写上 万物 这句话有没有人听懂啊 什么是你的工具 万物 天下所有一切 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你的工具 来写上 如 钱 再说各位 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个秘密 好不好 97%的人每天想赚钱 当你想赚钱的时候 你向宇宙发出的信号是匮乏你没有钱 所以你一辈子只能是穷光蛋 而且97%的人因为想赚钱 所以把钱当成的目标 他就变成了钱的奴隶 而3%的人他是把钱当成什么东西 工具 他只是把钱当成他实现梦想的工具 马云今天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 马云曾经有过这样的视频 我不知道你们 应该很多人刷抖音都刷到过 马云说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创立阿里巴巴的18年以来 凡是跟钱没关的决策 我全做对了 凡是跟钱有关的决策 我全做错了 我发现我不能管钱 我发现 如果一个老板总是盯着钱 这个老板就不可能有未来 这是事实啊 这个各位 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 能够建立一个这么庞大的阿里帝国 不就是因为他是万物都为工具吗 钱是工具 那我问你人呢 人更是工具了 人在他眼睛里面就是工具啊 我今天需要融资 我不会 蔡崇信会 我找个会的人不就行了吗 我今天融得资了 我员工多了 我不会管理 官名则会 我请他过来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你们一定不要把钱当目的 要当成工具 做事业不要想赚钱 想赚钱你已经结束了 做事业要想如何成就人 如何帮助人 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的信仰是什么 当你真真正正找到 属于你自己经营企业信仰的时候 你才可能有未来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想问一下来 梦想重不重要 他有了梦想 找到了轨道 然后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 把钱 事 人 世间万物 都当成了自己的工具 这事就成了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请问如果你今天 生起一个梦想 找到自己的轨道 然后发现自己的天赋 也能够把钱 事 人 世间万物都当成你的工具 20年以后 有没有可能你会建造下一个 如阿里一样伟大的公司呢 当然有了 可以呀 没问题呀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呀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要学习 要成长 为什么周老师讲 人活着就是在不停地提升境界 你今天问到的所有问题 你今天离婚了 你很痛苦 你今天企业破产了 你很痛苦 你们境界太低 境界一旦提升 问题立刻消失 所以我们人活到最后 其实就是修行 从自我修到本我 从本我修到高我 那怎么样能够从自我修到本我 修到高我呢 最后 送你们一个大礼 还是那张能级表 还是那张能级表 我要给你们布置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 如果你们能完成的话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变成像马云一样的人 都可以链接高我 让甘悟高我来帮你做事 好还是不好 好 来 这是我们规律讲的内容 来 把这个能级表 画一个金字塔出来 下面是负能量 上面是正能量 负能量的塔那里写上一句话 叫做 人在做 天在看 正能量那里写上一句话 天在做 人在看 这两句话 有没有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当你用头脑 用自我 用本我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人在做 天在看 当你能够完全链接上高我 活出高我为师的时候 就是 天在做 人在看 当天在做 人在看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叫游主 神主 那怎么样能够做到 天在做 人在看呢 就是链接高我 来 写上 二十分到一百分 那个地方叫自我 一百二十五分到两百五十分 写上叫本我 三百五十分以上写上叫高我 这个图你们不用写 你们就先把这几个字写上 最低的 举个例子吧 你现在 在愤怒当中 你会链接上谁 自我吗 自我是个事吗 你就会干出情受不如的事吗 这样讲话 能不能听懂 当你在两百分 勇气这个维持的时候 你就会链接上 什么我 本我 你就是个人吗 你就是个人吗 但是如果你在三百五十分以上 你就已经不是人了 就像 就像 就像我讲的一样 小庆姐能够原谅 那个当年陷害她的人 她能上升到宽容这个维持 她才有可能去原谅啊 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人了 因为人是不可能原谅的 已经变成什么了 举个例子 对各位 你们想不想听到高我的声音 想不想 想听到高我的声音 你们就现在跟我一起想象一个东西 那个 那个收音机知道吗 收音机 请问收音机会不会唱歌 不会 但是她收到信号 电台在唱歌 她就能够放歌 对不对 假设现在有一个频道 叫飞扬971 正在放一首歌叫算你狠 然后呢 那个我们又想用收音机 听到这首歌 我们把那个频率调到90赫兹 能不能听到这首歌 调到50赫兹 能不能听到这首歌 听不到 飞扬971 我们只有把收音机调到971 才能非常清晰地听到这首歌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调到96呢 可以听到 但是只能有滋滋滋 有杂音这样讲话 你们听到 真真正正的高我是在1000分的 是在1000分的 但是只要你接近1000分 你就能滋滋滋滋滋的 有时候能接收到信号 你们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我给你们布这个作业好不好 写上 如何让自己活出高我状态 高我就是神的状态 如何让自己能够做到天在做 人在看 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选择 选择大于努力 人这辈子做对几个选择就成功了 记住 人生是一个选择题 你用自我来做选择 你就活成个兽 你用本我在做选择 你就只能活成普通人 我们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好不好 写上540分 我们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先让我的情绪达到540分 也就是喜悦 记住一句话 爱笑的女孩运气再怎么差都差不到哪里去 想象一下你人生最顺的时候 一定是你最喜悦最开心的时候 来告诉我是不是 当你每天处于喜悦的频率的时候 你只会吸引更加让你喜悦的人和事 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当你每天都活在愤怒的维持的时候 你只会吸引或者说创造 让你更愤怒的人和事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这样讲话能不能听懂 所以我们要每天活在540分 活在爱 活在喜悦当中 那请问我们怎么样 才能每天都活在爱和喜悦当中呢 说话 怎么做我们才能每天都活在540分当中 来 第一条 每天早上放一首正能量的音乐 请问早上起来放一首欢快的音乐 是不是发现一天心情都很好 如果早上听到一首很悲伤的音乐 你会发现一天心情都不好 对不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进入周老师的会场 周老师放的是什么音乐 全是正能量的音乐 对不对 要不就是开门红 要不就是好日子 要不就是美美的 要不就是今儿个真高兴 要不就是太胖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从今天起 每天早上要给自己放什么 正能量的音乐 你可以放太棒了 也可以放其他的 但是你一定要放正能量的音乐 能不能听懂 正能量吸引正能量 负能量吸引负能量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听一首开心的歌 你会开心一天 听一首悲伤的歌 你会悲伤好久 所以拒绝负能量 从今天起 不要再听负能量的歌了 能不能听懂 来二 看正能量的电影 看正能量的新闻 要不要看负能量 不要看 在座各位 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很怕黑 都小时候看鬼片给看的吗 明明知道是鬼片还非要看 看完以后晚上又害怕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害怕的所有恐怖场景 其实都来源于 你小时候看的那个鬼片 所以拒绝负能量 只看 只听正能量的歌 看正能量的电视 电影 看正能量的新闻 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接触正能量的人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今天心情很不好 见了一个正能量的人 你的心情瞬间好了 今天心情很好 结果见了一个负能量的人 我靠 简直都不想活了 跟他聊完天以后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从今天起 要不要去接受负能量的人 我今天教你们一个词 好不好 叫屏蔽 屏蔽 屏蔽一切负能量 在这个世界上 有八万四千人 八万四千人看我就有 八万四千个我 所以我是我 我非我 你相不相信 今天你做得再好 在有些人眼睛里面 你是圣人 你是好人 你是大善人 但是在有些人眼睛里面 你就是骗子 你就是傻逼 你就是一坨屎 哎 这讲话能不能听懂啊 那你为什么要在乎别人 怎么看你呢 特别是你们来上了课以后 你们被周老师能量拉高了 结果你回去以后 很多人负能量 你想拉他 你还没有这个功力 能听听吗 来 白板组上来 快点 我跟你们画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如果你们能看懂 这四天的课 真的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如果第二张图 你们又看懂 你上完四天的课也白上 你真的没听懂 我都没有 我们把 001 我都没有